下午2点了 是时候去青岩古镇 领略文化迪运了 长城爬了 古镇全貌都看了 古镇特色青岩极辣过 也吃辣 香酥甜脆的青岩玫瑰糖 也吃了 注意你孩子不要够了 今晚来奔跑吧 我这个当地人 已经把贵阳行程 给你安排得舒舒服服的 快来吧 月十九号本周五 跟随着奔跑 把周深与特邀嘉宾 一起来体验贵阳的精彩吧 节目组在第二轮录制中 来到了美丽的贵州 作为周深的家乡 他自然是成为了 这两期的宠儿 提起周深 成员们前脚说 他是百灵鸟 后脚直言 使贵州的骄傲 把周深都整得不好意思了 对于一位朋友来说 意味着年少与懵懂 因此在得知 我们要在这里拍摄 之前 他也并且为大家 归鉴了贵阳的好序复 这周的骄傲 他是天爱之声的拥有者 这真孙男老师了 真是孙男老师了 真是孙男老师 刚刚过去的突年初晚上 他的歌声也给全国人民 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好 欢迎孙男老师 有请 这也不是你的 天哪 这样的套路你们要玩几次 在做任务的过程当中 你们哪个人都有秘密任务 我们要不要换 太惨了 陈深 孙佳这姿势太厉害了 在贵阳的第二天 导演给出的主题是 贵阳好去处 相当轻松的团建感觉 作为有优势的人 周深在介绍与笔记这一环节 发挥的肯定比其他人要全面一些 第一期跑男成员去了乾陵山 青岩石镇花溪十字街 周深晚上还回到了母校贵阳六中 还记得摄影师说过 这一次是他笑得最大声的一次 好期待是什么样的名场面呢 今天的秘密任务 我们要骗他 对 把他留着 今天大家有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让周深一次推荐官都当不上 和周深沟通了解他的家乡史 发现周深真的非常爱自己的家乡 所以我们也选择用一个方式 让周深对家乡进行推荐 太惨了 周深 陆白 求你了 那么今晚跟随周深 带领你去领略一下前途好风光 展示贵阳最美画卷 和周深一起找寻令人印象深刻的贵阳记忆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周深 我们现在带的是贵阳的前途 贵阳 疑人气候秀美山川爽眼 近日白蛇缘起的导演赵继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讲述了自己和周深合作的始末 赵继希望自己的电影 以情感为第一要素 而周深恰好比较擅长 用声音表达情感 这就是他坚持邀请周深演唱《缘起》 这首歌最核心的原因 赵继觉得周深的工作态度很认真 在回忽这一次合作经历的时候 他觉得过程很愉快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 非常开心这次演唱了 《白蛇2 青蛇解体》的主题曲 《缘起》的时候 它的情感更能够 比较容易地抒发出来 这次我觉得内心纠葛比较多 包括《问花》它里面的歌词 为什么这么写 你看完之后 你会更明白 里面的那些情愫的纠葛 首先周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歌手 而且他不仅仅是看中他在动画 或者说在次元上的这种优异的表现 他对各种音乐风格的驾驭 我们是觉得非常非常棒 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两部片子的时候 在选择合作的歌手 第一点是看我们要传递 什么样的信号和情感给观众 那无论是白蛇还是青蛇 都是以情感为第一要素的 那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下 周深是一个非常擅长 用声音去表达情感的歌手 所以我在想 如果我们去做我们的影片 希望观众能够产生这样的一种 共鸣和感受的时候 周深其实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权 和周深之间合作的时候 我听说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 就是特别逗 他以前是饿着肚子录了几个小时 完了以后呢 导演已经感觉到很好了 已经很满意了 然后呢我们沟通 我说能不能就是来点吟唱啊 周深说行 他说琢磨一下 他说聊了一下 加说补一点 补一点 结果一补补了四个小时 快一点才结束 快一点结束 完了以后 两点多了 还在微信里跟我说 老师我突然想起有一句 这么唱是不是会更好 唱了一句 要不想我们再去补一下 又去了 我说不用了不用了 我说我第一次当制作人 对我说我第一次作为制作人 因为这个歌手不愿意停止录音 感到有点害怕 大家都收工了 但他真的从这个小事吧 能够看出来 周深对每次的演唱 都是非常非常 赵继对元琪这首歌的要求很明确 那就是观众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能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周深演唱的元琪 完美的符合了赵继的预期 赵继对周深的表现非常的满意 他觉得自己邀请周深为歌曲唱歌 真的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郭好为与赵继是同时接受采访 在赵继说完之后 郭好为还补充了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在录音室演唱完元琪这首歌之后 导演赵继对歌曲还是很满意的 而音乐总监郭好为觉得这首歌曲还有优化的空间 郭好为希望周深可以在歌曲中加一些吟唱 周深为了增加这部分的内容 周深又要多工作四个小时 周深没有抱怨 他觉得只要歌曲的质量能够得到提升 那么他的付出就是值得的 等到所有的录制结束之后 周深在回味缘起这首歌曲的时候 意识到歌曲还有完善的空间 他连忙联系了音乐总监 希望重新回到录音棚优化歌曲 周深给赵继和郭好为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 他们甚至还调侃 说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因为歌手不愿意收工而感到害怕 很多的影视团队之所以指名道姓让周深演唱主题曲 就是因为周深很良心 他不但可以保证歌曲的质量 而且还能够让歌曲与作品有着很高的契合程度 这种类型的歌手当然是制作方梦寐以求的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就能够理解 周深在圈内为何拥有良好的口碑 周深尊重观众 在听完歌曲之后观众可以感受到他的诚意 这就是周深路人粉丝庞大的最核心的原因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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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陰晴圆缺 入你的发烧 欠 念念今夜 悄悄的缠绕 中国电影《我爱你》 523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典礼 我参加